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我是李慧怡 和大家看看欧美股市上星期的收市情况 纽约股市上升 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再创收市新高 主要受到苹果公司股价带动 另外美国新公布的经济数据理想 理好了美股表现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27,930点 升190点 升幅0.69 标普500指数 3397点 升11点 升幅0.34 纳斯达克指数 11,311点 升46点 升幅0.42 苹果收市升超过半成 公司试食一个星期突破2万亿美元后升势持续 电动车製造商Tesla 股价在星期四首次突破2,000美元大关后 再升2.4% 上星期的道指接近持平 标普指数累计升0.7% 纳斯升2.7% 再看看港股美国预托证券的表现 ADL教本港收市普遍下跌 汇控制合比本港收市跌0.3% 中移动跌0.23% 中联通跌1.28% 中人壽跌0.18% 中海油跌1.11% 中石化跌0.57% 中石油升0.05% 再看看欧洲股市的表现 欧洲主要股市下跌 经济数据显示了欧元区复数 陷入停滞 欧洲大陆的新型肺炎疫情病例增加 打击股市的表现 倫敦富士100指数 收市部6012点升10点 法兰克福德指数 12785点升21点 巴黎克指数 收市部4896点跌14点 再看看油价 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投资者继续关注疫情的发展 对经济和燃油需求的影响 纽日期由每桶报42.34美元 跌0.48美元 伦敦布兰特期由每桶报44.35美元 跌0.55美元 再看看金价的表现 外围金价下跌 上星期累计跌0.3% 连续两个星期下跌 美元反弹 数据反映了美国企业活动有复苏的迹象 削弱了黄金吸引力 纽日期间每盎司报1967美元 升0.5美元 再看看美元汇价 美元对欧元反弹 美国8月的企业活动回升 去到2019年初以来最高的水平 制造业和服务业新的订单都出现了反弹 表现较欧洲理想 欧洲对美元一度跌至1.175 创了一星期的低位 其后回升去到1.18左右 美元对欧元是一个星期上升 是6月中以来第一次 美元对日元就在105.8左右徘徊 看最新美元汇价 港元7.7502 日元105.79 欧元1.1793 英镑1.3083 瑞士法郎0.9125 加元1.3182 欧元0.716 纽元0.6532 再看美国国库债券 10年期债券报0.63 30年期债券报1.34 这个时间看港股最新走势 恒生指数最新报25362点 升247点 国企指数最新报10299点 升88点 大肆成交暂时120亿左右 这环节时间差不多了 回到其他直播环节 待会见 延长元提提提你 现货黄金抹价 1932.47美元 买出价1933.27美元 现货白银抹价26.4375美元 买出价26.5025美元 以上资讯人延长元提提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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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